Hello 大家好 越港通關之後 今年第一個聖誕新年張志 在港人北上消費的熱潮之下 除了要鼓勵港人留港消費之外 應該要吸引多些外地旅客 來香港玩和住酒店過夜 之前些人經常說 澳門的酒店很貴 好那利不抵住 原來香港的酒店 一點都不便宜 比澳門更貴 尤其一些連酒店都不如的賓館 說房價原來很貴 看看酒店訂房平台 看看香港酒店旅館的房價 發現不少服務設施 相對不及酒店旅館 平安夜的房價亦破千 大部分集中在尖沙咀尼敦道一帶 在平安夜入住計 這間恆生賓館索價1200元 下面的大都市賓館也1000元 曼哈頓賓館9元 不知為何就是查來查去都查不到 例貞大賓館幾千萬 否則可以住一晚也不錯 看看香港的酒店 其實價錢又不算很貴 相對賓館的酒店是千多元 所以看完香港賓館酒店的價錢 是否覺得澳門的酒店價格很合理呢? 看到1000元可以入住麗庭海景酒店 不升級的 用鬼住賓館嗎? 看完之後 大家是否有興趣 在聖誕節期間過來澳門玩玩呢? 我們都明白了 現在香港什麼都貴 舖租貴、人工貴 不過酒店、賓館價格這麼貴的話 真是會嚇倒遊客 遊客都不敢下來 香港本地什麼都貴 所以連香港人都這麼多 北上消費就是這個意思 搞到北上人次更多 多過旅客南下香港的人次 所以這樣下去真的不太行 所以香港的旅遊、餐飲、零售、業界 是要想一想辦法的 好,這集就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之前 記得訂閱Online 和上日出現 我們下集見